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爱情是流行音乐永远逃不掉的话题 而说到90年代的台湾情歌 就不能不提到它 1997年 它从香港到台北 坦白做自己 爱自己 从午夜前的十分钟 电台传出的那声情歌起 它就搭起了一座桥 引走了人们的心 它让因爱流离的人 找到住所 它陪伴蜷缩在角落的人 品尝无奈 体验纠葛 吞下寂寞 那些歌 后来被叫做末世情歌 欢迎你来 莫文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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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忽然之间 天昏第二 世界可以忽然什么都没有 莫文威 莫文威 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 而现在 就算时针都停摆 就算生命相真爱 分不开 我們也許反而更相信愛 如果這天地最終會消失 不想一路走來珍惜的回憶 沒有你 我明白太放不開你的愛 太熟悉你的關懷 分不開想你算是安慰還是悲哀 而現在就算是人都停擺 就算生命像是愛 分不開我們也許反而更相信愛 不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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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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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你们喽 自然营养品健康新史上 生生不惜保导记 首席合作伙伴 三星Galaxy S23系列手机 让夜色更出色 生生不惜保导记 深度睡眠关洗凌门 深度好睡眠 床垫洗凌门 本节目由湖南卫视 芒果TV 咪咕视频联合播出 加入会员 想先看正片 尊享音乐派对 超前营业会员加更 等更多精彩内容 上芒果TV搜生生磨合 限定点藏卡上新 迎定制周边好礼 第三次年代竞演 即将拉开序幕 在此之前 有一件更吸引 歌手们注意力的事情 就请来了四位帅哥 请了四位 本来我们女生就少 还来四个男生 这个真的 我看到我要笑死了 开心死了 不怪哲歌凑得近 这四位帅哥 可是都大有来头呢 他是作品高持又高产的 金曲才子 威廉很厉害 就是他拿过金曲奖两次 跟他一起入围的人都很厉害 跟他拿奖了 他是唱跳演 全面开花的内鱼之光 如果以跳舞演戏的张力 再加上声音的这种动听度 他在我们这边是一个 非常非常急需要的一个人物 他 高大帅气 是热丹磅身 三度攻淡的新情歌王子 周星哲他23岁的时候 就已经非常有成就 也公胆成功 然后写的很多很多歌 其实都非常快智人口 还有他 细腻内敛 是专辑入围金曲奖率 百分百的新锐创作歌手 我真的很喜欢他的有一些歌 什么浓缩蓝金啊 莫比乌丝浩的船衣啊 对 然后甚至有想过 想跟他合作 哇 看来大家都对他们四位 翘首以判 不过四位男生 好像也各自在盼着谁呢 莫杰 好久 好久 好久不见 值得重复三次好久的不见 还需要追溯到16年前呢 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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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走吧 那时候才16岁 我人生第一部戏嘛 对 那个时候就小男生 竹子都还没长出来 我那个时候要成熟就不对了 我真的 那时候你应该也不知道 我会唱歌这件事情 那个时候不知道啊 完全不知道 但你没有说 今天你就可以听到了 好 我一定要好好听的 时隔16年 两位的重逢居然是从片场到舞台 缘分果然妙不可言 而另一位帅哥 好像也在期待他永不失联的缘分 李温温 我刚说到的时候 其实有跟他一起有宣传过 你觉得你们俩好搭啊 你们两个真的很像一对 对 对 他长得好像那个 脱鸣君旗 年少青涩的童骑生 再见面 心情一定是五味杂陈吧 那个时候 我们两个一起 发唱片 跑校园 没有 让我很久没看到他了 哇 除了阔别已久 这里还有一对老友 立刻就收到那个 魏如轩打来的电话 接起来 然后他就说 威廉你在哪里 哎呦呦呦 他们两位的关系 是可以一起傻笑 我跟你们讲 威廉想我 威廉就是想我 威廉就是喜欢我 威廉就是喜欢我 干嘛 又可以抱头痛哭的那一种 有你们的 有你们的 再见 太亮了 爱富富 既然是好朋友 娃娃在干嘛呢 这一次我最想见到的是 求德 我最想要见到求德 因为求德是我的网友 謝謝大家 拜拜 不过娃娃会这么想见仇德 也是情有可原啦 他们的故事分外曲折 他们认识了三年 合作发行了两首单曲 日常关注着对方的动态 会时常电话聊天 仇德 你听得清楚我的声音吗 我听到你的声音 可是 从来没有见过面 所以这一次 他们终于可以再生生不息 网友会面了吗 他怎么跑了 是仇德耶 你认出我了吗 仇德 出世界面前多多指教 天哪 这是我的网友耶 天哪 是仇德耶 嗨 嗨 嗨 你好 仇德 你在退退退 也是插翅难飞 网友初见 老友相逢 少年心事 青涩回忆 哪段故事是你的心头爱呢 他们已经在里面了吗 感觉是 没有人 没有人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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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队第一步 当然要先表忠心 外面有个黑板 黑板 我们说哎呦 我们都被选好了 那所以你们原来不想来来这儿 我原来就想来这儿 我一点都不想过去 哈哈哈哈 来来坐坐坐坐坐坐 主要是在我们这组呢 就你们就放心是一种非常非常 幼稚 幼稚的 幼稚是一方面就是欢乐 和随意 那就对了 那就对了 那那边那个组呢 那姐这边在忙着看热闹不亦乐乎呢 你们俩这儿第几次见面 第一次 第一次 好尴尬 对 有一点 那有视讯聊天过吗 呃 没有 没有视讯 那你声音很迷人的 所以容易迷倒别人 请问有被我迷倒吗 呃 呃 你这站挺不醒的 有 有 有 特邀歌手终于到期 本次公演的对阵年代也很精彩 90年代和10年代至今 在这两个不缺金曲的年代 我们顺理成章地迎来了他们 让我们欢迎万芳还有乃文 嗨 嗨 嗨 我今天是纳英队伍的 万芳是代表阿哲哥那一队的 对 我觉得90年代那个时候 我们接触到的资讯是比较集中的 所以我们有许多 大家共同记忆的歌曲 10年代这个时代 因为突然间 多媒体什么都进来 突然间冲上了 所有一堆地下乐团 歌手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时代 看着我 我们一定会赢 哇 看来这一集真是热闹了 究竟他们 和他们 会搅动怎样的风云呢 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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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外面感觉好像 进了一个什么声乐学校 是吧 我们的歌手们现在已经到达我们的真人秀观战房间 何老师也准备下来了 这衣服好好看 特别好看 好看 谢谢 就很像你 很像我不像大哥的对吧 你现在才像一个牛 歌手 好像这 对 那我之前都不像吗 你之前就是像三亚度假的 我的 什么鬼 彪子 你不要听 好 不停 对 好 1235的区 1235的区王伟忠 你好 你好 演出即将开始 歌单位请注意 5 4 3 2 1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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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6 5 5 很苦瘋也是那种衣服 好帅 太美了 过得好吗 好 欢迎大家 思维师澳洲自然营养品 健康新史上 欢迎各位来到 由思维师独家冠冕播出的 生生不息 宝岛记 我是何炯 每一次我们的观众 都非常非常的热情 然后呢今天大家 除了一口同声地说好帅之外 我也听到一些新的评价 好美啊 好美啊 我本来想琢磨一下是什么意思 后来我知道这不是说我 你们只是在回味莫文蔚 也好久不见她 她路人很喜欢莫文蔚 她现在还住香港吗 她搬去 她在欧洲吧 她嫁到欧洲啊 对啊 是的 正向大家看到的 生生不息 成不我妻 从这一次开始 莫文蔚正式加入 生生不息 宝岛记 娃娃 魏如萱 你开心吗 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 非常非常熟悉 它是莫文蔚的忽然之间 这首歌曲呢收录在 莫文蔚在1999年发表的专辑 《旧式莫文蔚》当中 今天非常高兴到给大家介绍 这首歌曲的作者 林建华老师 就坐在我们中间 欢迎建华老师 老师好帅 欢迎她 那说到今天的敬演 我们现在进入的是 第三次的年代主题敬演 《纳英队》要带来的是 10年代至今的歌曲 张信哲队要带来的是 90年代的歌曲 要跟大家报告 两队的阵容 也有一些新的调整 除了上一次 特邀留下来的艾薇 余文文 而这一次的年代敬演 我们还为大家邀请了四位 非常优秀 非常有实力的特邀歌手 《纳英队》新加入的是 球德 周新哲 而张信哲队加入的是 维里安 谭剑刺 而我们的新朋友莫文蔚呢 在上半场 他还不会选择入队 但是在下半场 他会做出自己的选择 并且和那个队伍并肩作战 真好 有一个私人影院 看秀 那么接下来就说到 这一次台湾会场的选址了 听说这个地方之后呢 我真的要竖起大拇指来点个赞 因为这个地方可以说是 大陆和台湾的期待 它是始建于1837年 可以说是台湾建筑的百科全书 哈喽 哈喽 魏忠哥好 邀好 很高兴又见面了 也很高兴看到莫文蔚 我们现在呢 在这个宝岛非常有特色的地方 这个就是被称为三代民族英雄 百年台湾世家的雾峰林家 他们的祖籍是来自于 漳州的平和 那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呢 叫做大花厅 非常漂亮 好 愿味的地方 愿意要见面 好觉得内地的朋友啊 或者是来台湾观光的话 一定要到台中雾峰的人家来 就是非常重要的地方 那么相信大家也很期待 我们今天的年代嘉宾 哇 这两位也是好久不见 万芳 哈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万芳 万芳 90年代代表 对 讲到90年代 怎么能缺少了心不了情 哇 说得 说得太好了 大家好 我是邀乃文 大家好 我是邀乃文 大家好 我是邀乃文 乃文 每次都选这么厉害的人 很高兴可以加入 娜英姐的团队 因为我非常非常地欣赏她 非常地喜欢她 希望今天呢 可以为我的团队们 带来一首歌 然后为大家推开世界的门 哎哟 哎哟 温柔的力量很大哦 乃文 娜姐 万芳比较会讲话 但是相信我 我们赢定了 对 就喜欢这样讲话 好的 看起来今天的比赛会很刺激 横老师交给你了 好的 谢谢 来掌声给我们的万芳 还有杨乃文 期待他们今天的演出 也谢谢韦中哥和阿雅 带我们去那么美的地方 韦中哥经常说呢 音乐是社会的镜子 那么当音乐和历史 这么奇妙地结合起来的时候 我相信呢 我们折射出的就是 我们的文化为什么会生生不息的原因 那么接下来 我们开始今天的敬演 大家准备好了吗 对 好 首先今天第一回合 时间来到10年代之后 那个时候呢 台湾的乐团文化 可以说是蓬勃发展 有非常多大家很喜欢的 优秀的乐团 而这一次 娜姐队派出的独唱歌手是 华晨宇 这首歌 好像是为她夺身定做的 这个歌的气质 包括歌名 都非常像花花会选的歌 美好的事 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 这首歌的这个乐队 名字叫做 康斯坦的变化球 康斯坦的变化球 这个团 团名 康斯坦的变化球 这个团的歌蛮有意思 哲歌队的独唱歌手 张韶涵 她选择的歌曲 来自90年代 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 一位可爱的女生 她的名字叫做 范小萱 说到这位 大概就是 人狠话不多 也懒得花时间 去迎合大众的人间异类 但是 在进化成这样 这样之前 她是这样的 小萱是很小的时候 长得又好看 但眼睛大大的 然后看起来就很可爱 十九岁又唱的少女歌 就整个红起来了 然后因为她 后来又唱健康歌 那时候啊 大街小巷 仿佛有一个全民风潮 见面招呼都是 我爱心脏皮肤好好 那个时候就可能是 儿歌的天后 就是这么一位 已经红遍大江南北的小魔女 却在那之后 选择做一个最叛逆的人 你市场越喜欢什么 我就越不做什么 她一出来 一下子变成像一个假小子 在当时把很多人都惊到 我觉得她那个时候最 最难受的 其实这每一个见到她的人 都跟她说 你确定你要做这件事吗 你要不要再想一想 演唱风格可能要跟着歌曲 而做一些调整这样 毕竟人还是会长大的 对 虽然说人是会长大的 但作为范小轩的 第一张转型专辑Darling 在当年却叫好不叫做 未能取得商业市场上的成功 但她一直坚持 不管是从法兴 用烟熏妆啊 还有她对音乐的要求跟感觉 过了很久很久 到她有一张专辑 我要我们在一起这首歌 才受大家肯定 后来的范小轩唱爵士 组乐团玩摇滚 曲风甚至横跨到电子 世界风音乐 从此之后 范小轩的音乐不再大众 成为了现在的范小轩 我觉得她就是一个 自己会做词做曲 自己有音乐梦想的 这么一个音乐家 90年代出道的范小轩 在00年代组起了乐团 创造出全新的艺术人格 而乐团本身就是 台湾乐团不可或缺的耀眼存在 台湾盛产乐团是没错的 因为在我们高中或者是大学的时候 都有很多那种社团活动 都很鼓励乐团的组成 像五月天就是师大附中 政大有苏打率 像831 她就是成功高中的 那时候学长 就是五月天 他们还会回到社团里面 去做一些传承啊 好像你只要认真的去玩 是有可能成为像五月天一样 成功的乐团 乐团的时代 还是在继续的进行 妖魔万岁 谢谢各位 这十年来说 就是咨询的发达 大家有不同的媒体 就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音乐 因为这个样子 独立乐团们 都可以找到自己听众 试问这些年 哪个爱音乐的人 会没有几个心头挚爱的 台湾乐团呢 乐团最特别的地方 就是它是一个 没有包袱的演出形式 能够让你的情绪找到出口 可以让你抒发 可以让你兴奋 在音乐节的当下 得到一个很好的感受 我觉得这就是乐团最大的魅力 而今天华晨宇 要演唱的这首歌 来自在两岸 拥有大量乐迷的 康世坦的变化球 美好的是这首歌 看歌名 好像就是很负面很上 然后很多的控诉 很多的抱怨 但是在音乐节 所以他们的表演 其实都是在告诉观众说 大家都与你同在 他们写这些歌名 就是为了吸引这些 很压抑很多挫折的人 来听这歌 然后透过呐喊 出发出来 给人很正面的力量 请听90年代张韶涵的氧气 和10年代华晨宇 美好的事 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 好意外的旅程 做到一些不老而活的梦 看似幸运啊 好意外的旅程 平淡入睡的爱情 看似安稳啊 好意外的旅程 得到一些可以任性的机会 看似自由啊 好意外的旅程 做到别人也想要做的事 看似精彩啊 但是事实上发生的从来没想过 真正想要的都被别人拿走 没决定太多事就这样到了今天 啊 然后接下来变成了今生的烂军 再打击起希望麻醉了痛苦 只能记不能对囊不起 放不下不得不走下去 我们伴随伴族的人生 我们伴随伴族的人生 没有和你要被绝固的未来 我们伴随伴族的人生 怎么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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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加油 好 加油 好意外的旅程 得到一些可以任性的机会 看似自由啊 毫无意外的旅程 做到别人也想要做的事 看似精彩啊 但是事实上发生的总来没想过 真正想要的都被别人拿走 没决定太多事就这样到了今天 然后接下来变成了紧张的烂血 再打一起希望麻醉了痛苦 只能进步能退抗不起放不下 不得不走下去 我们伴随伴旧的人生 没有和你一样被眷顾的未来 我们伴随伴旧的人生 怎么过啊 怎么过啊 我们伴随伴旧的人生 没有和你一样被眷顾的未来 我们伴随伴旧的人生 怎么过啊 怎么过啊 我们伴随伴旧的人生 遗忘的灵魂啊 安静的运转吧 人埋的灵魂啊 安静的运转吧 遗忘的灵魂啊 遗忘的灵魂啊 安静的运转吧 人埋的灵魂啊 安静的运转吧 遗忘的灵魂啊 遗忘的灵魂啊 安静的运转吧 阵魂啊 陷的灵魂啊 安静的运转吧 没有和你一样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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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棒了 花花 她蛮适合唱这歌 对啊 花花很适合唱这种 灵魂呐喊的歌 对 张超安得要看怎么挑战洋气 嗯 一首歌 就像不一样的歌 詞曲 曲 可爱 描冬 将军 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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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进越来越冷的爱里 我快不能呼吸 我想要你 人活着来着一口氧气 氧气是你 如果你爱我 你会来找我 你会知道我 爱不能呼 如果你爱我 你会来找我 空气很适合 因为寂寞 你会来找我 我快不能呼吸 我想要你 人活着来着一口氧气 氧气是你 如果你爱我 如果你爱我 你会来找我 你会知道我 你会来找我 快不能呼 如果你爱我 你会来找我 空气感激过 因为寂寞 你会去上我 你会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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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请Angela回到舞台 今天是小王子 你是小人鱼 跟大家解释一下 花花今天有点感冒 但是她还是坚持完成了演出 但是因为担心会影响到别的歌手 所以她想在近距离互动的时候请一个假 我们在这里也祝我们花花早日恢复健康 棒棒的 其实这是宝岛季 我们Angela第一次自己一个人来完成这首氧气 但是还是能把那个孤独感碎裂感唱出来 我觉得这个是跟我平时比较不一样的爱情观 就是她的那个爱情观 就是爱得非常死去活来 然后甚至是快窒息的感觉 但是我就希望我可以唱出属于我自己的那种版本 你这个版是什么版 坚持版 因为我到最后的时候 我都还没有放弃的 我觉得我很坚持在我自己的爱情观 其实范小轩的歌本来就不是那么好唱 所以如果你不够熟或者不够吃进去 其实要表达很不容易 其实我觉得看你唱歌方式 就必须要是很收 就是轻如薄逸 可是却有很重的重量 其实他们刚好都是不同的 不同的维度 对 而且华晨宇的那个其实是放的 而这个是收的 对 是很不一样的感觉 接下来我们大家开始要做选择了 各位亲爱的金曲出品团的朋友 请选择 喜欢张信哲对的《氧气暗一》 喜欢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 按二 我觉得邵涵已经尽力了 但是他碰到了这个谁这个花花这个更炸 这个选择有点大 这个选择有点大 但是不知道哪个是花花的成绩 哪个是Angela的成绩 这个选择有点大 都是优秀的作品 谢谢 为什么不让我们这里知道输赢呢 因为我们要加码 所以有没有想要加码 在这一轮 我已经决定好了 我已经决定好了 不管怎样我都是加拿银 那我是不是应该就像阿哲 看你 不能 不要被影响 都必须要加到队长身上 也有点自己主见了吧 趕快学我 看一下 送你们一个小盆栽 我没有赢 我没有赢 赢了 这不是赢了吗 没有 他们的花更大多 这个也是花 我以为这个是 这个是小盆栽 没事 我喜欢 没有关系 我们都喜欢 在我们心目中是赢了 赢了 像那个天鹅一样 谢谢 很美的 恭喜 这是思维师请回答吗 思维师 思维师为公眼助力 各色取风 轻松吸收 思维师K2柠檬酸钙 超级棒 那是柠檬酸钙 温和好吸收 维生素K2 引钙入骨 精准补充 强鼓力 而且思维师是 专业来自澳洲的营养品牌 真是一整个爱住了 现在上店商收 思维师买K2柠檬酸钙 超划算 思维师K2柠檬酸钙 强热好鼓力 健康新时尚 好 第二回合的比拼是 90年代和10年代以后的 两位歌手的非常优秀的代表作 哲歌队是哲歌自己的代表作 当然也有他本人来亲自演唱 而和他一起演唱的 还有另外一张王牌 就是我们家小杰 张杰 强强联手 那音队的10年以后的代表作 是JJ林俊杰的代表作 他在JJ迷心目当中 是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作品 首先他就是唱给那些 在自己难的时候 失与元首的朋友们 另外一点 因为这首歌的技术难度非常高 所以听说在KTV里面 逼退了很多想要尝试的朋友们 这个歌曲就是 不为谁而做的歌 觉得特别好这个歌 很难唱的应该是 而今天要挑战这首歌曲的是 我们节目里面 特别被大家疼爱的 两位新盛代的歌手 是小马马加琪和艾薇 这对年纪最小的组合 听说他们在 不为谁而做的歌里 搭建了友谊的桥梁呢 让我们一起看看吧 你平时怎么开嗓 诶 跟我一样 那你会不会 读到最高音的时候 读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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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法 读一下 我为什么会断 用力一点 好 成为朋友的第一步 是连开嗓方式都要同步 我们的第一步 你是学芭蕾舞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先叫你走路 然后一个一个手这样 对对对 走走然后走 左脚听 一个姿势 成为朋友的第二步 当然是要一起跳舞啦 那咱们接着奏乐接着舞 五 六 七 走 走 酷 既然是好朋友啦 有些奇怪的行為也就 我太矮了 天啊 是怎麼長大了 你全身這樣 做朋友當然要了解他的過去 瓜號十分美好的過去 你是喜歡林俊傑哥喜歡到什麼程度 真的真的很喜歡他 每一首歌都聽過那種嗎 差不多吧 你是不是不會形容你多喜歡他 對因為 那我來幫你形容 哎呀 因為我找到一個女騙子 女騙子 女騙 什麼東西 我很喜歡美人 好可愛 我的天啊 重點重點 我那首應該是十四首 十四歲 看來小馬是跳出熱情了耶 收收收 到我們上場的時候啦 一起來聽聽小馬艾薇 不為誰而做的歌 是為誰而唱的吧 請聽90年代 別怕我傷心 嗨 10年代至今 不為誰而做的歌 原諒我這一首 不為誰而做的歌 原諒我這一首 不為誰而做的歌 哪一刻 哪一刻 回頭竟然忍不得 回頭竟然忍不得 哪一刻 從記憶再摸索 的人 和他們關心的 的地方 和那些走過的 的地方 和那些走過的 去等一等 夢為努力澆了水 還在背後往前推 當我抬起頭才發覺 我是不是忘了誰 累到整夜不能睡 夜色哪裡都是美 一定有個人他 躲過 逼過 閃過 慢過 她是誰 她是誰 原諒我這一生 不為誰而做的歌 感覺上 彷彿超愛的夜色 哦 曾經有 那一刻 回頭竟然忍不得 需要 靜靜在摸索 的人 和他們關心的 的地方 和那些走過的 是我的 夢為努力澆了水 還在背後往前推 當我抬起頭才發覺 我是不是忘了誰 累到千夜不能睡 夜色哪裡都是美 一定有個人他 躲過 別多想過 我滿過 她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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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許在真人心 面對自己 才不過一切 去談酒當初我 害怕面對 梦为努力浇了水 爱在背后往前推 当我抬起头才发觉 我是不是我们谁 泪到沉默不能睡 夜色哪里都是美 一定有个人 她过过 逼过 伤过 漫过 是谁 你是谁 她是谁 鸡皮疙瘩 鸡皮疙瘩 她在比赛的时候 我给她最高分了 慧眼是英雄 她只要唱了 二十七岁时 唱了这首歌 这首歌陪伴过很多人 十六岁时 听到了这首歌 她的声音感动了我 至那些年 至和我们打过招呼的爱情 好久没有你的心 好久没有人陪我谈心 怀念你柔情 怀念你柔情似水的眼睛 是我天空最美丽的心情 一向的午夜 一向的午夜特别冷清 一个男人和一颗热切的心 不知在远方的你是否能感应 我从来不敢给你任何诺言 是因为我知道我们太年轻 你追求的是一种浪漫感觉 还是那不必负责任的热情 心中的话到现在才对你表明 不知道你是否会因此而清醒 让身在远方的我不必为你担心 一颗爱你的心 时时刻刻刻为你转不停我的爱 也曾经深深温暖你的心灵 你和他之间 是否已经有了真感情并漫 对我说别怕我伤心 好久没有你的心 好久没有人陪我叹息 怀念你如今似水的眼睛 是我天空最美丽的星星 一向的午夜特别冷清 一个男人和一颗热血的心 不知在远方的你是否能感应 我从来不敢给你任何诺言 是因为我知道我们太年轻 你追求的是一种浪漫感觉 还是那不必负责任的热情 心中的话到现在才对你表明 不知道你是否会因此而清醒 让身在远方的我不必为你担心 一颗爱你的心 时时刻刻为你转不停我的爱 也曾经深深温暖你的心灵 你也曾经深深温暖你的心灵 你和他之间是否已经有了真 但情别隐瞒 对我说别怕我伤心 你可爱你的心 时刻刻为你转不停我的爱 你也曾经深深温暖你的心灵 你和他之间是否已经有了真 感情别隐瞒 对我说别怕我伤心 好久没有你的心 好久没有人 对我叹息 好久没有人 对我叹息 好久没有人 好 好 阿哲还是很稳 很有感情 我觉得这是90年代的情歌 这真的是属于90年代的情歌 思思入口 万方要出手 是不是很想上吗 张杰也唱得很棒 那么刚刚看到杰哥的眼睛里面 闪闪发亮的这个 泪光 我就这么用心 然后切到我折个眼睛也是湿漉漉的 那我也会想到我第一次 唱这首歌 听到这首歌的感受 那个时候大哥抓着我 我帮你写一首歌 然后就在他的办公室里面 他拿着吉他 就开始唱 好久没有你的心 一句入魂 对不对 他只唱了四句 然后一直还是那四句 请问这首歌的原唱是谁啊 张兴哲 答错啦 是不是不知道 这首歌的原唱 其实不是张兴哲 当然这首歌曲呢 是宗生大哥给张兴哲写的歌 但是后来因为阴差阳错呢 他就错过了这首歌 然后这首歌呢 就别人原唱了 我是这样啊 我知道 才知道 我也不知道 这首歌曲 是谁先唱的 李冠逸 李冠逸先唱 我觉得每一个歌都有自己的命运了 是是是 对 但是我觉得很开心就是刚刚你在问到大家 原唱是谁的时候 大家的回答是我 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值了 而且我特意的没有提真正原唱是谁 因为我想你们自己去搜 然后加深印象好不好 我们也尊重一下原唱歌手好不好 那这首不为谁还做的歌 他们俩呢 是我们宝岛记年龄最小的一组歌手 所以他们有一个非常厉害的 听起来很猛的 这个自我介绍的方式 好不好 我们看看你们俩要怎么介绍好吗 来 准备啊 好的 接下来 一 二 三 好 一 二 三 不是先大家好 我们是这样吗 对了 好 再一次 一 二 三 大家好 我们是 大家好 我们是 凶凶组发 叫什么 应该只有他们两个懂 什么意思 好像没有意思 没有意思 比不懂更可怕的是没有意思 该不会每次不一样吧 后面那四个音 还是就是什么首发 好像不一样 后面是大象 好 赶回来了 对对对对 差不多回回来了 快一点 我跟你们讲 小马跳芭蕾舞超好看的 芭蕾舞 对 跳一个 跳一个 芭蕾版的不为谁而做的歌 来 预备 起 原谅我这一首 不为谁而做的歌 感觉上 仿佛窗外的颜色 很棒 很棒 我们艾薇穿个球鞋 居然跳出那种足尖鞋的感觉 我就特别怕那边她那个跳下去 如果我们年度盛典有什么 抗败就是返场的表演 我希望这首歌 你们能呈现一个完整的芭蕾舞的版本 可以吗 好吧 没问题 好的 好 接下来请我们五百位的 金曲出品团的朋友来选择 喜欢 哲歌队的《别怕我伤心》按1 喜欢娜姐队的《不为谁而做的歌》按2 1或2 请选择 我觉得是1 当然是1 1了 小马他们那个在视觉上 可能更丰富一点 对 好 再一次谢谢我们四位歌手 带来精彩表演 请回到房间来 看看你们刚才的成绩揭晓 谢谢你们 你要不要加马 我现在加马 加不加 加不加 我觉得一定赢 就继续在关键时刻再赢 伤口上就撒眼就对 对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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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得谁会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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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号 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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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 但是小马没有输过 真的 谢谢 回来了 你吃他 怎么样 吃起来 怎么样 谢谢 他里面也很好 谢谢 承让了 尽力 尽力了 真的 可以吗 可是好听吗 很好听 好听 我们都起鸡皮疙瘩 你知道吗 很棒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我们第一次合作 所以这么有纪念的时刻 是不是要来一张合照 好 好 但是手机的暗光拍摄效果还不错 对啊 你看人脸跟后面都很清楚 那你记得要发给我 我要好好保存 好 好 接下来进入到下一回合的比拼 这个回合呢 不仅歌曲都是时代爆单 而且接下来的舞台呢 可以说是会被优秀的歌手称爆 首先要介绍哲歌队带来的歌曲是90年代 火爆大街小巷的 你们每个人都会唱的 《那么爱你为什么》 那这首歌曲呢 其实大家印象最深刻的 还是莫文卫当时那一段 非常绝情又冷艳的Rap 哎呀 好荣幸 谢谢 但是大家知道吗 这首特别出圈的Rap的歌词 其实是宗盛大哥人生当中 第一次写Rap的歌词 歌词 所以真是太有趣了 而带来这首歌曲是三位非常优秀的歌手 女生呢是上一轮一位表现非常的优秀 被留下来的我们的特邀歌手余文文 而另外两位男生呢 一位呢是维里安 一位是我大哥坦剑刺 三二一 给你我们的力量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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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音队 他们带来的这首歌曲呢 选择了伊尼呢 在至今一首非常热门 同时非常厉害的作品 这首作品发表了十一个小时 就创下了八百万的销量 而且呢 它凭一己之力呢 带动了古巴的旅游 这首歌曲名字叫《莫黑道》 而为大家演唱这首歌曲的 来自娜姐队的这三位呢 非常的厉害 一位呢就是经常与我在台上 进行爱的追逐的娃娃魏如萱 爱的追逐 另外两位呢是这一次的 我们的新晋的特邀歌手 一位是出道两年 就提名了金曲奖最佳男歌手的 求德 喜欢哈 求德 我很喜欢他的歌 刚刚那个 新人 对 他出道不到五年 就入围过两次的金曲奖 然后他入围的那个专辑 就那首歌是 颁奖的时候我要缺席 然后他那一次就是 颁奖的时候他就缺席 他就没有在 还有一位呢是二十三岁 就在小巨蛋举办了 个人演唱会的周星哲 好 信奋动 来吧 你们加油吧 好 一 二 三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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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如萱 一个号称话从不会掉地上的女子 但这一次她好像遇到了对手 感觉好像掉了好几次了 她超级安静 安静到我就是想一直用我的话语填满整个空间 我们是网友 请问有被我迷倒吗 你是不是有社交口 就有一点不太会沟通 不太会沟通 没有关系啊 你会用音乐跟大家沟通就好了 没有关系的 我刚唱了这么多她没有没有要跟我合唱半句 好我现在可以感觉到就是我的话会落地 不愧是你啊 求德 求德 他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创作歌手 他并不像华语流行歌曲那样 很普遍会写爱情的东西 当然他也会带到爱情的东西 我怎么感觉我被攻击了 哦 忘记介绍了 这位普遍会写爱情的男歌手 也和娃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周星哲也曾经在小巨蛋被魏如萱砸过场子 我们来 我不要 唱歌 我不要 你们想要听唱歌还是听我弄它 她当嘉宾的时候整个效果非常好 然后其实我就需要这种感 那你怎么跟人家跟记者讲说你很怕我 当然没有 她是喜欢我的 她是喜欢我的 其实 温如萱凭借一己之力 促成了两岸乐坛最热门最当打 最有才华的两位创作男歌手一同合唱 其实《Mojito》这首歌 求得真的把扁曲弄得很有层次 相较于原版 可能我们这一版 更有一种舞台剧 那样的一个感觉 就是有点原本的版本 就是很开心地准备要喝 那个冰块都还没有融化 但我们这一个《Mojito》的版本 是已经喝了 我觉得已经有点微醺了 好 那说回这一次的比赛 三位要对阵的 知道吗 我和李安跟谁 娃娃 左右逢源的你 不要忘记对面还有一位好朋友哦 我跟娃娃就是孽缘啊 就一直碰到一直碰到 我们这次饭上 《那么爱你为什么》这首歌 旋律再响起 你立刻就会跟着唱 这种流星歌 它其实传唱度非常的高 俗称的它就说是芭拉歌 不是这个芭拉啦 芭拉情歌可是在华语流行音乐中 比例极高的音乐类型哦 芭拉歌它的来源是英文 英文叫做ballot 简单来说它就是速度比较慢的 抒情歌曲 旋律性非常强 大家可以跟着唱 它非常的通俗 歌曲的意境没有那么的高 但是《那么爱你为什么》 它其实是一个蛮有深度的歌曲 女生的rap竟然让它有一个 女性前卫的角度 我觉得这女生非常的豁达 细数这个男生的哪里不好 一般男女对唱就是爱你爱到要死啊 可是这个歌就是反而是你活该 这样子嘛 就很有态度 就是新时代的那种都市女生的那种态度 剑刺 我有做错什么吗 我感觉你哪都错了 不过文文 你这个态度是在 我们想做一些戏剧性的东西 让人物关系之间也要有一个合理的表现力 就感觉是有人在演绎这一段剧情 文文 郑走啊 你不是说不来送我吗 就 就不来了吗 可是我还是要走啊 维利安在那边等你啊 维利安是谁啊 维利安是谁啊 好走心啊刚刚 结果发现我们俩根本入不了戏 两位屡屡破功 这首歌的戏剧感要如何呈现呢 状态留在舞台上 我们的惊喜是真的是要留给观众的 看来他们还准备了其他秘密武器呢 问题的答案舞台上揭晓 请听九零年代 那么爱你为什么 还一零年代 毛肥头 谈这一次太帅 威廉安很稳 嗯 他其实也出道有一段时间了 他快乐新天 嗯 我就记得他那是第一名嘛 好 走吧 好 詞曲 李宗盛 麻煩給我的愛人來一杯抹一刀 我喜歡閱讀它未尋釋的眼眸 而我的咖啡好不用太多 這世界已經因為它甜的過頭 沒有跟它笑容一樣濃郁的雪茄 就別浪費時間揭曉收起來吧 夠浪的壁畫 糾纏的塗鴉 所有色彩都因為它說不出話 真愛乎落幕 忘了心事的過度 你說在這處 孤單都被征服 鐵柱的招牌 坐落著腳下 一封封城市寫給天空的情書 空間的冷氣 泡泡的漫步 這身上最美麗的那雙人 鳥羊最愛珮泡 坐落著伊朗 你也喧嚣的海報常在 慵懶的閣樓陽彩 而你是文學家畢生的那一片海 麻煩給我的愛人來一杯某一棟 我喜歡閱讀它未熟識的眼眸 而我的咖啡湯不用太多 這世界已經因為它天的過頭 人愛不亡目 往今世的過渡 迷失在之處 孤單都會征服 鐵柱的腳牌 陀落的酒鑲 一封封城市獻給天空的情書 旁邊的熱情 後面的漫步 隨身上最美麗的那雙人物 麻煩給我的愛人來一杯某一棟 我喜歡閱讀它未熟識的眼眸 而我的咖啡湯不用太多 這世界已經因為它天的過頭 麻煩給我的愛人來一杯 麻煩給我的愛人 麻煩給我的愛人來一杯 麻煩給我的愛人 麻煩給我的愛人 很有趣 挺有意思的舞台 对 很有趣 好棒啊 感觉 对 很棒 好不一样 娃娃一定玩得很开心 就是 求德跟周星哲都很有才华 其实我很明显 我喜欢哪一个 你喜欢哪 我喜欢摩西头 摩西头是比较放松 我感觉这个回合 应该差距会很小吧 舞台上有六位歌手 两段三个人的戏 舞台始终太急 那么爱你为什么 大概能感觉是 文文跟谭剑刺 有一段这个感情戏 那个时候维莱安在忙什么 我跟他们之间 也有一些些的纠葛 那我知道其实 国标的双人舞 是有非常高的技术要求的 确实不得不给文文鼓掌 因为他第一次跳 然后就敢挑战这个 然后而且还是一天就学会 是的 是的 不愧是浪姐 去过浪姐就胆大了 我想问一下这个 大哥刚才在舞台上 跳这段舞 我觉得有最帅的动作 是镜头之外的 因为离我很近 我看到 就是他有一个 非常高速的旋转 旋转完了之后 直接拿到麦克风 那么爱你为什么 那你既然能那么快地 教会文文 能不能教我们几个动作 因为我知道娃娃特别喜欢跳舞 你们要学吗 你们要学吗 我喜欢跳舞 简单的一个动作 一个步伐 不要跑 不是 现在的意思是 那个星哲跟那个球德一组 然后魏如轩跟威廉安一组的意思 好 好 哇 好棒 如果是搭板跳的话 你就做这个 一 二 三 哎呦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这边两位男生在摔跤吗 请问 这两位摔跤选手 他们两个真的蠻要摔跤 谢谢 你们刚刚有教我们 那我的你们要比较学 好啊 OK啊 好 你要讲 好 好 换一换一换 威廉安 什么 怎么弄 对 对 老母鸡是不是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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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廉安这就是搞笑 我跟你们举报 那个周星哲和球德不知道 娃娃在表演的时候 第一句推大特写的时候 他就来个wink 好 不用太多 对 我没有看到 好看吗 再一个 再一个 你可以做老母鸡 然后也wink 你wink一下 老母鸡wink 真的只有我李安治得了 然后跟他说 有 有 游击了 你为什么要好我 游击 你觉得你是什么意思啊 因为 那么大家更喜欢哪一首呢 我们就先请我们现场的500位 金曲出品团的朋友 先来做出你们的选择 如果喜欢阿哲队的 那么爱你为什么 请按1 如果喜欢纳英队的 Mojito请按2 请选择 我觉得他们两个的分数差不多 好 怎么 这么接近 太接近了 很近啊 4 5 5 4 9分 今天非常棒 今天的观众 只有一个去上厕所的 平时会有两个 好的 但是 既然今天有这么多 会聊爱聊的朋友在 那么接下来就是大家最喜欢的 声声不息 请回答 好 而且呢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一个 每个人都不会拒绝的话题 叫做美食文化 哦 哦 美食 哇 哇 终于有吃的了 其实我们大陆跟台湾的朋友 很多很多喜欢吃的东西 都是一样的 但是有一些名字 好像有些微的不同 我想问一下娃娃 比如说奶茶 好像有一个很长的名字 哦 我知道 QQ 奶奶好喝到咪 铺 茶 茶 咪铺是什么 QQ是指珍珠 对 很Q谈 奶奶是指奶 奶香 对 咪铺是什么意思 我跟你讲 咪铺就是要她来讲 因为都是因为她 对 《妹铺》这两字 其实来自我一首歌叫《怎么了》 然后里面有一段是 《妹铺》 然后听起来像 《妹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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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铺》就是哭哭的意思 哭哭的意思 对 然后那个时候就变成一个流行语 好喝到要哭这样子 哇 失敬失敬 原来你是奶茶之父 好 我们首先看看 我们这一次的街访的主题是什么 一起来看 高级的食材 往往只需要 最简单的烹饪方式 好了啦 再说下去 喷衣员的口水就要流下来了 提起中华美食 必有台湾美食的一席之地 大陆的街头巷尾 一定会有一家珍珠奶茶店 而好多大陆美食在台湾 也都是夜市排队王呢 没错 生生不息请回答 本期的主角就是 两岸美食 蒸羊糕 蒸熊掌 蒸鹿眼 烧花鸭 烧厨鸡 烧厨鸡 烧紫鹅 是上升里的满汉全席 而大陆青年的美食壁之榜 会是哪些呢 而阿珍 阿招妹线 甜不大 脏话 肉园 姜母鸭 哪些又是台湾青年的 宝藏美食清淡啊 生生不息请回答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两岸青年想推荐给对方的 特色美食 究竟有哪些吧 沙溪的肉夹馍 菜夹馍 麻辣烫 肉夹馍 各种夹馍 好好吃 等万物皆可夹馍 瑶族的十八亮 还有十八种蔬菜 麻辣兔头 还有冷吃兔 反正没有一只兔子 能够活着出四川 还有 这个没有办法 这个不不不不不 绝好好吃哦 从小就喜欢吃 什么可以吃兔兔 兔兔那么可爱 同样的小龙虾 还有螺蛳粉辣巧 螺蛳粉的蛋糕 螺蛳粉还有蛋糕 螺蛳粉的火锅 就是螺蛳粉 在台湾就很小见 反正卖得很贵 所以来尝尝之后 狂炫螺蛳粉 火鸡肉饭 因为这是来自嘉宜的 名产跟美食 它淋上那个鲜美的汤汁 跟酱汁真的是超好吃 然后再加上它的那个 鸡油才会多点那个香味 当然是介绍我们 台湾的名产凤梨酥啊 台中有太阳饼啊 然后那个嘉宜有那个方块酥啦 东港可能有双膏润啊 都欢迎大家可以来玩 哇 面线糊就是泉州人的早餐 一定要吃的 然后我听说 台湾那边也有面线糊 但是是比我们这边粗一点的 所以我也很想尝试一下 台湾的面线糊 哇 太多了 太多了 大家的吃货本性 全部都暴露了啦 我已经迫不及待 想看看歌手们 吃到嗨的场面了呢 好 欢迎各位收看 海峡两岸音乐及美食交流节目 舌尖上的宝岛剂 一提起美食 这几位吃货已经停不了口了呢 锅包肉吃过吗 没有 牛肉蛋也没吃过是吗 酸甜酸甜的油炸的 特别好吃 对 喜欢 还有那个就是那种炖 然后在锅旁边贴那个 就那个贴饼子吗 贴饼子 一定要贴糊一点 对 这有东北有吗 还是都有 都有 东北 然后河南也好吃 我最爱吃了 糊辣汤 烩面 什么汤 糊辣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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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辣的汤 还是把它勾完签了之后 然后加那个什么黄花菜 羊肉片 然后加那些胡椒粉 谢谢 好 我们下面连线一下 我们台湾分会场的 我们的阿雅和伟冲哥 哈啰 何老师 还有大家好 我们首先来看看 就是在我这个手边呢 有几道大陆青年 推荐给宝岛朋友的 第一个呢 是回味无穷 第一道美食 就对周边发起了灵魂攻击 我都闻着味了 是不是 是不是 好臭 臭豆腐 豆汁 那我们就来看看 是不是真的是豆汁 这个什么 螺蛇粉 螺蛇粉 两边都有 哇哇哇哇哇 螺蛇粉 你应该尝尝 我要吃个 是吧 辣辣的 现在我们一说这个 就六口水 好想吃 是 为大家介绍一下 全国拉低舞锦标赛冠军 逃礼杯获得者 同时也是一个开过螺蛇分场的男人 谭剑刺 真的吗 他真的开过 真的 看来然后倒了 对 首先纠正 读音叫螺蛇粉 不是诗吗 诗 好 螺蛇粉 对 因为我小时 因为我是广西人嘛 所以从小就爱吃 从小就离开家 在北京 在外地就吃不到这个粉 而想哭过 明白 那时候就立志长大 一定要开一家螺蛇粉店 然后我做到了 我以为立志要经常回家乡 对 没想到是 不知道让谭剑刺 横切梦营几十年的螺蛇粉 出肠滋味的台湾朋友 会如何评价呢 看 娃娃娃好吃吗 娃娃 好吃 没有吃 它其实闻起来是有点味道 但吃起来非常的香 我想问一下 哎呀 好吃吗 非常好吃 就是又辣又呛 然后你会爱上那个臭臭的味道 啊 我觉得很辣 辣很好吃 螺蛳粉虽然臭臭的 但下一道菜可是甜甜的 乌梅子酱 啊 哦 哦 哦 乌梅子酱 你浅浅的微笑 你浅浅的微笑就像 乌梅子酱 我照亮你嘴角 全个不合味道 因为现在这是一个火爆全网的歌曲嘛 那听说呢 因为这首歌曲呢 乌梅子酱在网购平台销量增加了两百倍 好吃 你会看他们的嘴都吃出油不来了 接下来呢是西南F4的选择 西南F4的选择 西南F4你说的是 你 你知道那个解释话 我就知道 没人抵抗得了我的魅力 你那是谁啊 就是名贵穿意 这个应该是鱼心草 我们的 哦 这个我完全不行 我的天啊 我天啊 你爱吃吗 不行是吗 鱼心草 哦 我不喜欢 鱼心草 我知道鱼心草 你们来尝一下 很好吃的 哎 求得有一种来到自己家乡的感觉 他是贵州人 你知道吗 他就 哎 来 大家吃我家里来的 啊 有人接受不了 啊 终于折不起 有人接受不了 终于折不起 我感觉一咬就是我突然到大自然 在奔跑的感觉 看他的表现 他会吃吗 好吃吗 真的吗 真的吗 我的天啊 他怎么什么都吃 娃娃 你真的你是一个社交汉飞 你食物也是汉飞 你什么都吃到嘴里 都是那种很幸福的感觉 我觉得好好吃 真的假的 我好像爱上那个螺丝粉 螺丝粉 对不对 整碗都是你的 好的 接下来呢 是我们宝岛现场 最后一道的美食了 一手的快乐 一手的快乐是什么意思 一手的快乐也太难猜了吧 肯定是抓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一手的快乐是什么 小吃零食 一手就可以拿着 所以叫一手的快乐 这样可以吃上蜡条 娃娃简直太幸福了 这叫什么 星球杯 什么是快乐星球杯 什么是快乐星球 如果你想知道 什么是快乐星球的话 我现在就带你研究 我小时候吃这个真的很快乐 谁的童年没有一首的快乐呢 在台湾的零食界 也有一首歌曲 霸占过大家的童年呢 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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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 p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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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乖乖 我也乖乖 乖乖乖乖乖的世界 大家一起来 不能太長了 思維時不高興了 思維時時為時 思維時時為時 在錄音室我們都會把乖乖 放在器材上面 因為這樣器材才會乖乖 而且一定要用綠色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對 我們做演唱會都會 因為感覺會開綠燈 一切都很順的意思嘛 對 對 好 下面叫胡逸圈 胡逸圈 胡逸圈嗎 頂編錯吧 就面線胡啊 面線嗎 有可能耶 是那種勾勾的東西啊 勾什麼 勾勾的東西 就是黏黏 台灣講勾勾的東西就是有勾欠類的 黏乎乎的 所以他會胡逸圈 對嗎 對 勾勾 那你講一次何老師 蛤 蛤 狗狗 可以可以 狗狗的東西 我們看是不是狗狗的東西 胡逸圈 沒有 頂編錯 對 偉忠哥 你可以跟我們解釋一下 什麼是頂編錯嗎 頂編錯是 最有名的應該是在基隆吧 對 用再來米 弄成米漿 然後大鐵鍋這樣滑一圈 熟了之後把它切成一片一片的 對 那個湯頭殼裡面有香菇 有筍子 有肉羹 就這樣吃了 對 在福州有一模一樣的 這樣的美食小吃 對 然後叫鍋鞭湖 對 頂編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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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地不地道 但是好好吃啊 是嗎 我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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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沒人主持了嗎 來 對不起 對不起 好 那我們來揭曉下一個 這個是 哎呀 這個必須 你猜一猜是什麼嘛 莫文衛 莫文衛 什麼 那考你 你那麼愛莫文衛 莫文衛最愛吃什麼 我不知道啊 欸莫文衛你在哪兒 Karen 欸 哈哈哈哈 你說你誰慢點啊 撒尿牛丸 對 有沒有可能 不是啦 我們來看一下 台灣臭豆腐 臭豆腐 為什麼 跟他有什麼關係 哎 扣錢的諧音梗 莫文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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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文衛味道 沒有 我有 我有見過一些 臭豆腐的店 就直接叫莫文衛臭豆腐啊 其實台灣的臭豆腐也很好吃 但是長沙也有臭豆腐 大家是不一樣的 黑的 黑的 對 沒錯 台灣臭豆腐是白色的啦 還會有台式的特殊做法 雖然顏色不同 但都臭味相投哦 其實很多台灣的夜市民小吃 都是源自於大陸 口味本就一脈相成 有相似性也就不足為奇了 希望兩岸青年可以像今天一樣 多多交流美食 去當地體驗不同的飲食文化哦 而且我們今天聊到共同的感覺 原來大家都喜歡吃這個呀 我覺得是一種同根同顏的感覺 而且我相信呢 這種美食把我們連在一起呢 其實也是我們自己的心意 一直連在一起的 我們再一次謝謝朋友們 給我們的推薦 也謝謝我們的歌手 請回到房間 介紹你們的成績 謝謝 你在幹嘛 太想念 那個粉圓可以帶到我房間嗎 請用 請用 真的 我可以帶走嗎 我可以帶走嗎 你喜歡這個對不對 我可以帶走 我可以帶走 你拿走 我可以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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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的表情是怎樣啊 一定是演的 我上次也是這樣演 你們是怎樣 太假了 我上次也是這樣演 什麼 看到花了啦 鏡子啦 白紙 真的嗎 贏了... 妳又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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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這個小婦媳 小婦媳 小婦媳 我們是我們嗎 是我們嗎 哇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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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讓 很讓 給你們帶了好吃的 好的 沒有盆栽 太棒了 沒有盆栽 只有好吃的 盆栽不重要 帥最重要 對 我最近便利手 先歌唱給你聽好不好 好啊 深度好睡眠 那麼安心 又那麼放鬆 哇 妳聲音好好聽喔 謝謝 最近大家壓力都比較大 但是我看妳一直充滿活力 是因為擁有深度好睡眠嗎 你怎麼知道 因為累 才要深睡 擁有洗鄰門床墊 深睡 才能不累 生生不息寶島記 獨家冠名 思維師 澳洲自然營養品 健康新史上 生生不息寶島記 指定座駕上期大通 上期大通 G90讓經典生生不息 生生不息寶島記 強力守護官 999琵琶路 指殼不耽誤 強力琵琶路 生生不息寶島記 首席合作夥伴 三星Galaxy S23系列手機 讓夜色更出色 生生不息寶島記 深度睡眠官洗鄰門 深度好睡眠 床墊洗鄰門 歡迎大家繼續收看 生生不息寶島記 港澳台地區及海外用戶 可以通過芒果TV 國際版APP MangoTV同步收看 遠方正在位置共享 動心 只需愛與陪伴 是時候新派MPV了 上期大通 Mexus G90 我的同款保姆車 只是我累了 我們不合適了啦 不行 你喜歡的人是我 你累的是因為 你會感冒啦 趁熱喝 看見得打噴嚏流鼻涕了啦 愛就是陪你笑陪你鬧 只留關心 不會有感冒 各位親愛的朋友們 上半場已經唱完了 三個回合 只剩一個回合了 而這個時候 我們台灣分會場 我們的灣芳姐和乃文 都還沒有加碼演出 所以呢 如果他們下一回合 還不加碼的話 我們所有的加碼演出 都會在下半場了 好想加 上半場最後一個回合 有趣了 又是兩首獨唱歌曲的對決 首先 娜姐隊派出的最後一位 獨唱歌手 娜姐本人 而她這個選歌呢 非常非常的有趣 給你一瓶魔法藥水 哇 告五人 這是來自台灣 心境非常優秀的一個樂團 叫做告五人的作品 它上線三天就創下了 三億人次的播放量 誇張 特別是那句非常非常 大家耳熟能詳的 宇宙的 有趣 我才不在意 而哲歌隊 楊宗偉 宗偉在我們生生不息寶島季 做了很多唱跳的表演 你們什麼態度 應該是那種 我說完她做了唱跳表演 不是那種 我再說一遍 宗偉呢 有個男團夢 所以呢 在我們生日不息寶島季 做了很多唱跳的表演 觀眾都非常的受用 甚至都忘了 他是一個非常優秀的 竖琴歌手 而今天 我們宗偉 將要帶來的是一首 天堂 這首歌曲 不是騰格爾老師的那個版本 這首歌曲來自 對於台灣民歌運動來說 非常重要的一個標杆歌手 他的名字叫鄭宜 這個名字呢 可能不是每個人都熟悉 但是他在台灣 是和蔡琴一樣分量的歌手 可以說是台灣民歌運動裡面 非常重要的代表作之一 而今天演唱的這首 天堂呢是鄭宜老師 在退出歌壇之前 發表的最後一首作品 而宗偉今天的演藝 相信一定會帶大家 去到最美好的地方 請聽90年代天堂 嗨 10年代至今 給你一瓶魔法藥水 愛情愛的不是我 愛情愛的不是我 不想留在你身旁 我以為天堂 我以為天堂 總是在遠方 愛情愛的坦白說 我的過去 有幾份很像你 一樣在尋覓 只是日日月月月 歲月過去 走進千萬里 我也曾相望 也曾徬徨 夢想的路上 喔 日日月月 晴天堂 愛情愛的旅 inglés 愛情愛的路 愛情愛的地方 沒有天堂 年輕的日子裏 我走了好長 好長的路 只為了想去找 属于我梦想中的天堂 如果真的有那样的地方 我想应该是 一双渴望你的眼睛 一双热情等待你的臂膀 还有一盏温暖的灯 那就是天堂 只是日日夜夜 岁月过去 走进千万里 我也曾相望 也曾彷徨 梦想的路上 我日日夜夜 轻轻喊息 只想告诉你 没有爱情的地方 没有天堂 只是日夜夜 岁月过去 走进千万里 我也曾相望 也曾彷徨 梦想的路上 我日日夜夜 轻轻喊息 我只想告诉你 没有爱情的地方 没有天堂 中心的路上 非常简单干净的编曲 我能选《告五人》的这首 《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完全是因为我身边所有的团队 当时我在化妆间看到两个人 一刹那我就决定了说 就这首歌了 这就是年轻人最喜欢的 《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但是我唱这首歌的时候 就觉得也服了《告五人》了 这个词怎么写的 我根本就没看明白 我想问一下《告五人》 你牵着我的手去月球谈心 你是什么心态 你去月球谈心 既然那姐诚心诚意地发问了 那我们就让《告五人》 大发慈悲地告诉你 今天谢谢纳英姐的喜欢 很开心 那其实当初在写 这个歌的时候 我其实是想 如果你的另外一半 是魔法师 那你会想去哪里 如果不是魔法师的话 那去月球很容易啊 比较天马行空一点 《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在2022年上线之后 一度成为音乐平台上 人气最高的单曲 以这首歌为BGM的影片 一时间攻占短视频平台 出道仅六年 《告五人》已经成为 当下两岸最夯的台湾乐团之一 作品频频出圈 巡演长场寿庆 就连台北小巨蛋 也是连续两场都一跳难求 我觉得《告五人》 是非常特别的乐团 因为他们不是在 城市里面的一个乐团 他们一直在宜兰这个地方 到现在他们已经小有成就 他们都还是定居在那边 所以他们的气息 没有受到城市的影响 我们三个一直来做专辑 做歌都有一个核心价值 就是我们想变成 大家的人生BGM 我们希望可以成为 大家生活的陪衬 所以我们会不断描写 不同的日常 就像爱人错过 天天都在发生 其实很多人 撞到人是不会说对不起的 错过了就错过了 这就跟我爱你一样 我爱你今天没讲 就错过了 我们希望用日常的字眼 去表达 就听起来不要太有负担 你甚至放我们的音乐 在旁边做家事 随便 对 都可以 我们希望你在听这个歌的时候 很享受 很开心地面对自己的生活 天哪 告语人的音乐也太特别了吧 那娜姐的这瓶魔法药水 是怎样的呢 那娜姐那瓶一定很好喝吧 我带你去欲求 身体不会结冰 喝了吧 魔法药水 把我带我去 你把我带我去 我再不在意 我在意的是 你牵过的手 耳鸣跳的心 甜我带我去 我再不在意 我在意的是 你谁跟着我 取悦出他心 拥有你就不需要我把给的勇气 给你一瓶麻烦药水 喝下去就不需要氧气 给你一瓶麻烦药水 喝下去就不怕身体结冰 紧紧念着你懂得咒语 一向门就通往银河西域 给你一瓶麻烦药水 我们一起去太空旅行 宇宙的有趣 我在不在意 我在意的是 也像我的手 而乱求的心 宇宙的有趣 我在不在意 我在意的是 也像跟着我 取悦出他心 拥有你就不需要我把给的勇气 你走的方向最后到哪去 可能是呼吸或者是觉醒 不管多远多近多泪都没关系 我的魔法只对你偏心 我偏心 一向门就通往银河西域 我才不在意 我在猜的是 前方的距离 既不错到你 一向门不去 我才不在意 我才不在意 我期待的是 我期待的是 今天的晚餐 你想去哪里 拥有你就不需要我把 给的一起唱 一起 是 还能否在意 可以 bat et 不在意 要或我 好 如果 还要 给你 大银 小银 大银 二银 大银 小银 大银 哦 啊 好嗨啊 好玩 好玩 纳英 我问一下 最开始的时候 听得出来是谁说的吗 纳英 再说一遍 纳英 魔不魔法 魔法 纳英很敢挑战新歌 很有勇气 那么说回到 我们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为什么他会找我来 给他配这个旁白呢 是这样就是他看了 第一期之后 纳英给我写了一个长文 就是说夸我的声音好听 我真的夸了 我就是这么夸的 对 然后从质感啊 音色啊 包括对音乐的理解啊 很长一篇 然后我就回了一个 我说哎呀 你喜欢我的声音 我太高兴了 以后比如说你的演唱会啊 或者你的音乐作品里面 需要有什么旁白 如果你看得上我的话 你可以找我 第二天就找我了 没一个空气 这位女子 然后第二天呢 我刚好在录那个 第一天录向往的生活 所以你们刚刚听的那一段 是来自蘑菇的声音 真的吗 对 我是凌晨一点多录的 然后你仔细听 因为刚刚做了很多回响 原版里面还有黄老师 真的 黄磊也在里打呼了 因为我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 你不是觉得很有氛围吗 喝了吧 魔法药水 这段应该录进去 太可爱了 太可爱了 那么收回到我们 这个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今天那个帽子真的 这也太Q了吧 你今天这个是什么造型呢 我这属于施魔法的那人 暗黑系吗 对 你嘴唇上还画了一点点黑色的线 你好细节啊 他也真的很Q 我的天哪 而且他中间给你一瓶魔法药 手这么伸出来 就这种喝不喝吧 喝吧 喝吧 你这 魔女 就这个感觉 应该整个的状态 就是我想象中暗黑系列 虽然说这首歌的歌词 我到现在我也不明白 你选这首歌的原因 是因为你不明白吗 对 其实我觉得他虽然做了很多的玩的东西 可是选这首歌 就确实是又把我们纳英的另外一面表达出来了 而且你们俩其实虽然是这个 今天是对手 但是如果你们俩一起就就地合唱一首歌曲 也是非常搭的 都是丝绒的衣服 对 然后呢 是不是 我们纳姐的袜子 暗暗地回应我们宗伟的这个墨绿色 你俩般配吗 特别般配 非常好 真的非常好 我第一次参加五世歌手就是因为唱那英姐的征服被淘汰的 他又回 回复正常了 像是来告状的 该死的这个征服 我们俩刚才在来的路上啊 我就跟他说 我说哎 你有什么感觉 他说 哎呀我那首天堂很悲的 我都不想听到你那么快乐的歌 哦 对 他不想被我影响 明白明白 我刚才跟娜姐在走来的路上 其实我有一个很深的感慨 就是说 其实我觉得我现在就居住在一个天堂当中 我们每个人都 就带着自己喜欢且富有热情的歌曲 然后站在这个台上 对 带给大家 其实对我来讲 我自己很荣幸 就居住在一个 深深不息的天堂里面 哦 比我会说很多 好棒啊你 好 各位亲爱的金曲出品团的朋友 如果喜欢哲歌队的天堂 请按一 如果喜欢娜姐队的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请按二 请选择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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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伟 好可爱 上当了都不知道 娜姐一直跟他这样 他跟着跳舞 人家是说投二 他特别叫我跳 你是一 你要投一 我是一 你们投一了吗 然后他跟我说 他在跟我玩呢 好可爱 喂 你投心掉了 事实上 我们这个上半场的成绩 已经全部都揭晓了 而且呢 我们在最后这个轮廉 也是不发表成绩的 所以呢 再一次谢谢我们宗伟 还有娜英给我们带来 精彩的演出 谢谢 没有人加码 没加码 谢谢 加码了 谁加码 来吧 加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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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加 你的表情姐 我老觉得这首歌 我能说实话吗 在这个时候放吧 没有那么正经 来吧 朋友 是这样的 现在很精彩 上半场已经唱完了 所有的歌曲之后 突然 我们的台湾会场 有人加码 这个时候有可能 我们会听到 万芳老师的 心不了情 那就是为哲歌队加码 也有可能会听到 乃文的推开世界的门 就是为娜姐加码 我们一起连线 台湾会场 看看此刻的演出 好 推开世界的门 你是站在门外怕迟到的人 捧着一颗不动计较的认真 闻过你的眼睛就无谓的青春 至少 你的意思是 通过你的钸 不是 它 这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何不懂计较的认真 闻过你的眼睛 这无微的青春 左手的你呀右手的你呀 知己的话与衫 世界本该是你醒来的模样 左眼的悲伤 右眼的倔强 看起来都一样 原来你就是我自负的难量 推开世界的门 你是站在门外最孤单的人 放着银河不懂计较的认真 如果你的时候时间多残忍 左手的你呀右手的你呀 知己的话与衫 世界本该是你城市的模样 左眼的悲伤 右眼的倔强 看起来都一样 原来你就是我走势的迷走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左手的你呀右手的你呀 知己的话与衫 知己的话与衫 世界本该是你城市的模样 年少的轻狂 赤目的伤 都等着被他原谅 原来你就是我酥醉的恶火 年少的轻狂 赤目的伤 都等着被他原谅 原来你就是我回去的地方 推开世界的门 留给你的宠爱 别走得太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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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完我们三个在台上激动的拥抱 太好听了 完全忘记了所谓的赛制 忘记了票数 真的是非常好听 这首歌曲推开世界的门 发表于2016年 而今天呢乃文是在我们这个 物丰林家的古戏台上来演绎 推开的不仅仅是世界的门 也是历史的门 我相信这样一个表演真的一定会深深不息 我们看看乃文那边已经回到座位了 来 掌声给她 好好听啊 你好 乃文 还没有回过进来 你好 你好 我找不到摄像 你好 刚才这个舞台好棒啊 设计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乃文今天其实从一开始就非常紧张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她觉得加码的责任很重大 然后呢她也非常的决绝 她就说 我很清楚我什么时候要加码 就是娜姐唱的时候 是的 她唱哪里 我家哪里 这事跟中午也没关系 和我无关 你也唱得很好 谢谢 我也好爱你 我超爱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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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热 好热 接不下去了是不是 我想推开世界的门 这首歌原本在MV里头 我们就找了十三个艺术家 不同领域的 那这次我们的表演 也想融合一点这样子的状况 所以请来了三个很有名的艺术家 一个是长华老师陈慧美 歌仔细老师刘承恩 然后还有陶艺老师蔡荣佑 在这边要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陶艺老师蔡荣佑 因为她也是台中雾峰的人 然后现在呢已经八十岁了 可是她会继续教学生 然后帮我们把我们的陶艺发扬光大 现在乃文手上拿的这一支碗呢 是这个蔡老师非常著名的一个系列 叫包容系列 她花了六年的时间才把这个技术研究出来 因为她的技术难是难在 要把各种不同的陶土把它融在一起 却又看起来非常的协调有一致性 所以这个呢非常具有特色的 这样的一个陶艺也介绍给大家 太震撼了 看到大家在传看这个 名字叫做包容的艺术作品 我都好想摸摸看包容的感觉 我们此刻感觉 大家已经包容在一起了 是的 再一次谢谢乃文的演唱 也谢谢我们台湾会场 带来这么精彩的演出 谢谢 好 那么同时也感谢我们 宗伟和娜茵带来刚才的表演 谢谢 好 请回去介绍你们的成绩 谢谢 怎么了 薇薇 姐姐 我欢机着凉了 然后想着好不舒服 那你要好好注意了 别影响正式演出 姐姐 我看影会经常分享一些扬声秘诀 像我现在那个状况可以怎么办 那你就问对人了 除了平时饮食清淡 我还会自己包一些茶包 嗓子不舒服 要及时处理 看来是我疏忽的 薇薇姐姐有分析啊 有你的强力支持我的表演 一定 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年代主题竞演的上半场已经暂时告一段落了 但是呢今天我们所有的歌手带来的八首作品里面 在上半场当中只有一首可以入选到我们的年代金曲唱片 来 各位八选二请选择 请选择 谢谢大家 在这一轮的年代经验当中和我们一起并肩作战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讯息 由长沙领衔主演 由影坊张静怡 张艺兴等相及主创联媚打造的电影《长沙夜生活》 马上就要在4月28号全国上映了 在大屏幕上来感受对家乡生生不息的热爱 思维师澳洲自然营养品健康新时尚 这里是由思维师独家冠名播出的《生生不息》《宝岛记》 不要走开 马上为您揭晓结果 《生生不息》《宝岛记》独家冠名 思维师澳洲自然营养品健康新时尚 《生生不息》《宝岛记》首席合作伙伴三星Galaxy S23系列手机 让夜色更出色 动感地带芒果卡 《月月盲盒抽不停》 《白场活动想不赢》 《本节目由湖南卫视》《芒果TV》《咪姑视频》联合播出 想为你们鼓个掌真的很棒 太好听了 马上就要揭晓这一期比赛的关键 也就是这一张邀请卡会花落谁家 拿到这张邀请卡的队伍 可以在本轮所有的六位特邀歌手中 任意选择一位再进行一场的合作 抢人了 答案马上就要揭晓 好啊 我先给大家回顾一下前三轮的票数累积情况 张信哲队获得了735票 而纳英队则以762票领先 目前的票差是27票 那么第四轮的《天堂》和《给你一瓶魔法药水》的对决结果 能不能改变现在的情况呢 在《天堂》和《给我一瓶魔法药水》两首音乐作品中 更受到金曲出品团喜爱的歌曲是 《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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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啊 那我输了 加码 没有加码 没加码 没加码 没加码成功 加码失败 不知道能不能反超 对啊 不知道能不能反超 的确 刚刚的加码意味着失败了 但是最终的结果 还要看看 这边的票数能否反超 刚刚纳姐领先的那27票 27票 分差超过27就赢了 你们觉得能反超吗 快喝水 快喝水了 好 在这个重要的时刻 当然要喝真正天然矿泉水 水中贵族百岁山 我已经知道答案了 本轮竞演上半场领先的队伍 让我们恭喜的是 目前总票数获得一千零四票的 快点 那赢对 赢对 赢对 没有反超成功 对啊 来 领取这张邀请塔 怎么样感觉拿到这张邀请塔 很爽 邀请 今天还会有一个好消息 马上就要揭晓 我们的歌手莫文卫 此时此刻 已经选择了一支队伍 来加入她 正在那支队伍的房间里 等待着她的队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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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每次都要搞这种 快点回去看 快去 你的偶像 我是莫文卫的歌迷 你说莫文卫会来是真来假的 对啊 所以她真的会来 她真的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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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紧张喔 我现在要看 实在吗 就感觉像回去找宝贝一样 真的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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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在那边 对啊 没事 好我们也去打招呼一下 好 好 好 对啊 对不对 太开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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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你第一个来 对 把门子直接给踹开 快去 快去 怎么没有来我们逛街啊 走开啊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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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抱她 走开 你抱我就好了 抱你真的 我跟你讲 你要抱一下吗 对吧 对吧 我们一直想要这样 我们一直 喜欢你 我刚刚还想说我要回去看一下 没有 我们一直以为你在我们房间 我们是太多情了 对啊 我就是 男生 男生 你凭什么要在这儿 好了 先生你凭什么要在这个房间 那姐可以回去 给我一个理由 姐回去了 怎么了 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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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爱你为什么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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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客户端澎湃新门 见面新闻Zucker 内容合作平台小红书 深度合作媒体今日头条 首席合作打歌平台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特别合作 携程 峻飞输入法 致连招聘全民K歌 致行百度输入法 探探土八兔一代价 莉莉成传媒 怪兽充电 电台支持海峡之声广播电台 北京音乐广播 广东广播电视台 音乐之声 珠江经济台 FM95.0广西音乐台 厦门音乐广播 FM91.8湖南交通广播 芒果音乐台 975摩登音乐台 长沙音乐广播 官方航空合作伙伴 厦门航空 城市地标合作伙伴 长沙IFS 特别合作 时尚媒体 Ella世界时装志愿 生生不息 唯一指定练歌坊 温莎KTV 今天是我们90年代 10年代至今主题竞演的下半场 这一次主题竞演的年代金曲 到底花落谁家 你们平时私底下 有没有什么听歌的习惯 通常是挺比较抒情的情歌类的 情歌王子也要抒情歌 在我年轻的时候 我们经常一群分手的怨妇 本场获胜的队伍是 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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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来了